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Lemon电台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乐乐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是闷 魏老师 这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跟我们交代交代这个假期怎么愉快的度过的 我觉得春节假期就是忙忙碌碌 匆匆忙忙 然后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然后咻就过去了 咻就来到了最后一天的这么一种感受 对对 但过年是那个保留项目吗 走亲房友肯定是免不了的嘛 所以说想要休息估计很难 我倒觉得吧 因为今年我们家就是奶奶之前去世了 然后呢我这边婆婆也去世 所以就没有安排特别多出去玩 然后以及今年说就是大家都刚养康 就是包括我爷爷年纪比较大 大家就没有安排跟老人的这种相聚 我倒觉得今年还比较轻松 因为就可能会有半天的时间在亲戚 就比如说我们大年初三那天去了我姑姑家 然后呢下午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我就把我父母送回去 然后晚上就去看了电影 就是基本上还是个 就是比较晃晃悠悠过来的一个状态 还有点自己时间 是 但是就没有什么特别整块想干一些事情的时间 这个过年期间有什么见闻吗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第一个觉得就是大家现在确实是属于就是杨康之后的状态 就是感觉见每个朋友也好 就单独见也好 或者是跟家里的一些人相见也好 大家先会交流一下杨的经验 我是什么反应 我是怎么好的 对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啊 就是可能也是跟杨这个事情 以及就是过去的这个虎年 我们家发生了一些老人离开这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更会珍惜家里面的这些人的相聚 就是切切实实的感到你周围的人在变老 家里的人会逐渐的减少 就是还能在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就是一起过着这种最平凡的日子的这种家人会越来越少 你别说你这些亲戚都是平时还是能见着的 你看我三年没回国了 然后我有时候跟我妈他们视频的时候 家里有一些亲戚在嘛 然后他们就说 哎好久没看到你了 我们是不是又老了 他们问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渐渐走向衰老的人身上 确实会表现出痕迹的 但是我又特别不想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我每次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先说我是不是老了 然后就把话题转到我身上 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吧 对搪塞过去嘛 就不想面对那个事 但是真的是肉眼可见 确实时间的痕迹还是留下了 哎呦我觉得别说人了 就是我姑姑家就是养了一只狗 然后是一个那个牧羊犬 就是它是在我跟董达国结婚之前就有的这只狗 然后我跟董达国到今天已经结婚15年了 就马上迎来15年 那就那这个狗可能没有那么久 但反正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嘛 然后因为这个狗现在也十多岁了 所以应该是跟我们相见的时间是差不多 然后所以这个狗应该是一个高龄老狗 好像是13岁 真的 木娘 对当时的时候就是属于我弟弟还没 就我姑的儿子还没有生小孩 然后呢 爷爷奶奶也都还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机会 就是一大家人和这个狗子在一起 因为那时候都父母也很年轻 那时候其实才都50多岁 其实那个时间段是我的父母还都在上班 然后我们也在上班 大家都还是比较有活力的一个阶段 然后爷爷奶奶也没有什么基础病 所以经常一大家人和狗子相聚 就是这种 然后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狗 然后很活泼的牧羊群 他又很聪明嘛 他每个人都记得 后来就是因为 不管是家里边的有一些人员 哪些变化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再见到这个狗子就比较少 然后最近算算可能有四五年 都没有见过这个狗子了 这次因为我们没有跟爷爷相聚 就去了我姑姑家 然后就又见到了这个狗 然后我第一面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感觉 他怎么这么老了 真的 我觉得你是 对行动 那狗的老表现在哪呢 精神面貌 对 真的是精神面貌 就是他 比如说我们原来跟他见面 一进来 那牧羊犬 大家知道很活泼的那种 就是他必须跟每一个人互动到 就是甭管是贴贴亲亲还是柔来柔去 他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那这次我在见他的时候 他虽然也是见到我们很亲热 也会用嘴拱我们 但他都有一条腿已经不行了 他都站不起来了 就是不能站起来跟我们互动 就是也是会跟我们每一个人互动 但都没有以前那种特别活泼 特别激动 特别兴奋的 那种感觉了 是 就感觉他的精气神已经 大不如前的 是 那个感觉 是 然后 加上他腿不行了嘛 就是后来 就是在那待了半天之后 我突然间看他又起来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腿好像还行 然后我弟就说 是我扶了他一把 就真的像老年人 你知道吧 就是比如说以前 像爷爷奶奶 腿脚不灵便 我们会掺一把 然后借个力 他能站起来 就他也需要这样了 那他现在 比如说出去溜什么的呢 哎呀 然后我就问我姑嘛 我说溜他怎么样 然后我姑说 就是溜 就是出去 上个大号 上个小号 然后就会 非常积极的 用鼻子拱我姑 说咱回家吧 哦真的啊 哇塞 那他完全知道 自己就是出去上厕所的 对 他也不想多感 然后年 以前他 那个年轻的时候 我们就是 不管是谁 跟他一起出去 就是刚要出门 比如说家里 有个人在门口换鞋了 他就特别激动的 以为他可以出去了 就是非常想出去的那种 然后 现在也没有这个情况了 现在就出去了 他想回来 是 所以我这次 就是看到这个狗子 都觉得心里 还挺 还挺有一些 这个难过的感觉 因为觉得 他也老了 真的 而且在狗子身上 反映的是一个加速版啊 因为那寿命就那十几岁嘛 对 十几岁算长寿的了 嗯 对 我因为一直有 想养狗的这个心思嘛 一直在活动 这个也跟你有交流过 对 然后 我这次也 看到他 我就跟我姑说 我说我想养一条狗 然后当时呢 我姑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要 想清楚 你能不能接受 他有一天也会老去 就像 我们家那狗叫哈尼嘛 就说就像哈尼一样 有一天也会老去 就像他这个样子 你能不能接受 你完全要参与到他的 从出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 是个大事 是要考虑的 是 尤其像你 我觉得你又是很重感情那种 所以我想 作为一个 拥有狗子的人士 孟老师 就是你是 缘何会 养了我们Cody 养了我们Cody 对不对 要不要 对 就是我其实对这个 还蛮感兴趣的 因为我一直就是 有这个心思 但是一直没有付出行动 是的 你刚才说 就是你见你们家那只狗 然后看到 你想到他以前 那么活蹦乱跳 然后喜欢出去玩 然后现在这个对比 就觉得很唏嘘嘛 我听的时候 我心里就是 蹦蹦跳那种感觉 因为我家狗 现在也就也是这样嘛 有人换鞋 他就会冲过来 他就以为是要带他出去玩 然后我就想到 以后也会 他可能也会那样子 就是精神就可能不好啦 或者腿脚没有力气啦 什么什么的 就是想着 还是觉得有点吓人 那个感觉 我家狗子 今年已经八岁了 就也不年轻了 那也算高龄了 对的 也不年轻了 我觉得我跟很多养狗的人 有一个不同的在于 我从小是非常怕狗的 我不是那种很喜欢狗的那种人 就我有很多朋友在街上 看见别人遛狗 就很开心的冲过去 然后想撸一下那个狗啊 跟他玩一下 什么什么的 对 我就是那种要绕开走的 如果是那种小狗 很迷你的 或者比较可爱 那种玩具的 我可能还不那么怕 尤其那些大狗什么的 我真的很怕 然后那种野狗 就在流浪的那种 就他看起来 也不是特别友善的那种 我就很怕很怕 然后我妈也怕狗 我爸都不怕狗 但我整个家里 就整个家族啊 包括什么姑姑姨妈 所有的人放在一起 没有一家养宠物 所以我从小 没有这个接触环境 我没有跟 就是家里的那些宠物 产生过任何的 这个交流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事情 对我特别陌生 但是我跟老陈 就是后来我们 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 他就特别想要养一只狗 因为他从小 特别特别喜欢小动物 然后他从小的心愿 就是想养一只狗 但从小他父母 他不让他养 就是那种 很多网上的这种悲剧故事 你知道吗 自己弄天狗 然后过两天狗不见了 什么送人了 就这一类的 他都体验过 然后 陈老师 童年也是有点 就是 有点 很多伤心的时刻 然后 是的 对 然后我很怕狗 所以一开始 我是一点都没有 想要那个 就是接受他这个提议的 但是跟他也就是 聊了很多很多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 主要的原因 也在于就是 我内心里 也不希望自己 永远是一个怕狗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 一个底层的一个 那个动心的一个 原因之一 就是别人都可以跟狗 相处的很 享受 为什么 就是我一看到 这些 这成了我的一个弱点 我觉得为什么 我不能享受 这种时刻 然后我又想到 反正是从一个 小狗开始 应该就还好吧 对吧 然后 所以他最后 他也做了很多很多功课 然后我们就 选择了 那个雪纳瑞 然后就是 两个月的时候 小狗仔 抱回家了 然后就开始 养这个狗 到现在就是 这么长时间了 哦 那你们也养了他 真是 八岁 那就是 七八年 真的是从一小 他出生 开始没多久 就养他 是的 就是这边 我们 欣赏这边一般都是 那个小狗仔 两个月的时候 就可以领回家 这样 因为他前面 前两个月 要跟着 那个 他 那个狗 狗仔要跟着 狗妈妈 去学习一些 基本的东西 技能 礼仪 对对对 比如说 比如说他 那个小狗仔 到我家之后 他就是知道 要去院子里 上厕所的 他从来没有 在家里 上过厕所 就是这些 都是跟那个狗妈妈 因为狗妈妈 就是这个规矩嘛 所以他就是 自带了 这个属性 什么的 就反正 还是有个过程的 虽然他就是一个 就是 弱小无助的 小狗仔 但是 就是你 我从小就怕嘛 所以这个东西 还是慢慢慢慢 但是 到现在 我也不像那些 就是 一直都对狗 很喜欢的 那些朋友那样 在外面看见一个狗 就会很激动啊 就会很想上去 跟他玩啊 我都不是 我就是 觉得我家 多了一个成员 我就只是 对我家这个狗 有一个家人般的 感情的这种感觉 我在外面看见别的狗 我没有很夸张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 我70%的怕狗 我还是得到了治愈的 我觉得之前 那个害怕很大一部分 是源自于不了解嘛 就不知道 未知带来的恐惧 对的 对的 就会把他想得很吓人 现在我基本上 只有那种 当然很少遇到 那种没牵绳的 很凶很凶的 那种大狗 然后他又很莽撞的那种 就跑来跑去冲啊 那种 那个我还是看着 有点想躲的 但其他一般都还好了 这一段 我听下来啊 我觉得 首先 我要cue一下陈老师 就是 我觉得 孟老师还是 带着对他巨大的爱 接受了这件事情 一个字幕 对啊 因为如果你 你不是去 其实我不能说 是完全为了他吧 而是说 两个人生活 肯定有一些 爱好 习惯 然后想法 是要互相的融合 和尊重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 带着这个前提 去接受了养狗的 这个决定 因为可能这个事 对你的 一起生活的伴侣来说 足够的重要 对 所以可能你想去尝试 我感觉啊 你是想去尝试 理解和接受他的 尊重他的一个 爱好 和他的一个心愿 所以我觉得 陈老师啊 请你在 和你八周年之际 对 对门老师 表示一番感谢 对 说的没错 这一段 我又回头 单独剪着下来 发给他 你看看 朋友就是 用来干这个 多么靠谱 对 然后 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然后第二个 其实 我想 问的是 为什么会选了 雪拿瑞呢 就是他会有一些 什么特点吗 我确实不太了解 是 我其实当时 这些事 都不是我自己 亲自去做的功课 都是老陈 去弄的嘛 就是他 但是他首先有 问我在那么多 狗的品种里面 有哪些 是我比较不怕的 然后 雪拿瑞在其中 因为他长的 那个样子 我觉得像个老头 就是不是让我觉得 很害怕的那一种 然后 他就在我选的那些 我不是很怕的狗里面 他去研究 就觉得 一个是雪拿瑞 不掉毛 就这个 就非常的容易 那个 要不然掉毛的话 就天天就要 做卫生 什么的比较麻烦嘛 其次就是 他没有什么 那种天生的 有的狗的品种 他会天生 带有一些缺陷那种 就是到了年纪大了 他就很容易出 一些什么什么毛病 然后雪拿瑞 也不太有 这方面的问题 反正他做了很多功课 最后选了雪拿瑞 那这个陈老师 还是对 就是从他 我听起来 就是从他养狗的 关键上来说 还是很负责任的 一个出发点 因为他考虑的 这两点都是 有可能会成为 所谓的不喜欢 甚至弃养的 这样的一些动因 对 所以首先从根源上 就做好这个事情 是的 而且我后来发现 其实在养狗 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很让人 认识到自己的 另一面 尤其像我们这样 又没有小孩 有的人 他可能已经 去做家长了 他其实这一面 已经揭晓了 但像我们这样 没有小孩的 只是平时 两个大人的相处 然后突然 来了一个 这个小宠物 在这个过程 养育他的 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很 让你认识到 不一样的自己 可能包括你说的 这种责任心 这些东西 你在以前 未必有机会 去感受到 自己这一面 还包括说 小狗的 头一年 他非常调皮 会惹很多很多的祸 在这个时候 你会做出 何样的反应 就这些 都是以前 预想不到的 对 这个 就这个部分 就真的跟 养育一个 小朋友 就是 所有的新生命 都会带来一些 这样的一些意外 这个 咱们Cody 小时候 干过啥 我后来 跟别的朋友 交流过 他们 就是我交流之后 我就觉得 Cody算非常 不如算的 很老实 但是在 在当时 我也是觉得 很夸张 就比如说 他会把那个 一些线给咬断 然后弄 弄充电的线 或者他去 把书给啃了 就这一类的 但是他倒没有 去弄地毯啊 或者沙发 因为我知道 很多朋友家的狗 会去弄弄 大件的家具 但我们这个狗 可能因为算是小 比较小的 他就没有 他没有 很夸张的一些 主要就是 这些 其实就是 磨了牙 那种感觉吧 然后他也完全 没有说 在家里乱拉呀 这些都没有 所以整体来讲 算很省事 就已经算省事的了 还是会 有一些 很调皮的行为 还是会有 而且在当时 我会觉得 玩啊 养一个狗 这么麻烦啊 就你也不可能 成天把他 关在笼子里吧 就你比如说 人不在家里 就算人在家里 也不可能 时时刻盯着他呀 那他万一 把这个弄坏 那个弄坏 就会觉得很 就当时觉得 很恐怖 那后来发现 就真的过了 头一年之后 就没有这些了 是不是等于说 在这个 第一年 你要去跟他 建立一些 这个规则和边界 就是他咬了 你得告诉他 这不能咬 然后对他有惩罚 然后他做了对的事情 你要鼓励他才行 是 我刚准备说的就是 当然他在这一年 他惹了祸的之后 他也是 就是有受到惩罚 所以可能他也 对吧 学到了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很重要 因为我其实就是 家里东西很多嘛 就是 所以我就很担心 养宠物 不管是猫和狗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的首选肯定是狗 因为我会更 从和猫和狗里面 我会更喜欢狗子一些 我觉得他比较亲人 就互动性更强 然后就是这种陪伴感 会更强一点 然后我就很担心 他会去干这些调皮的行为 毁坏家庭物品 你应该多少会毁坏一点 好的 就是就比如说Cody 他也不缺那些磨牙的玩具什么的 或者零食 这些都有给他 但是他就在你不在的时候 他真的我觉得就是 他知道什么是在你眼皮子底下 是可以做的 什么是不能做的 他就很想去弄点那种 不能做的事 尝试一下 要去犯点回忆这样 对 但是后来就成熟了 也可能是小时候怕了 犯错之后怕了 后来就没有 你刚才说那个 他就想在你眼皮子底下做一下 就想到了就是 在你的底线和边缘疯狂的试探 对对对 是的 所以如果说我想养狗 我要做好 他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一个准备 我觉得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的 尤其是你 你们家又比较 你知道的 对不对 你平时都花很多时间去收拾的 那你有了狗之后 估计你要花更多时间 对吧 你溜个狗回来 可能还要去给他这擦 那擦什么的 我们在新西兰都没有这么 我知道国内的朋友都会 擦擦体字 在意这些 小爪爪 在新西兰都还 我都算就是做的少的了 但是也会在挺多时候觉得 也是有点麻烦 真的有点麻烦 你要纯去跟没有狗比 那肯定有狗 有他的麻烦 但是也不可否认 你很多时候有你的开心的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一整个套装 对吧 你拿到的是一整个不同的体验 各种各样的都有 像我们有时候出去一个短途旅行什么的 比如说不好带狗的 那也没有办法 只能找寄养啊 什么的 就你说找寄养 那你平时也是对狗 当做家人一样 你不可能随便找一个地方 就把它寄养过去 就光这些事 也都挺要花时间的 你要去比较吧 要去跟别人去沟通吧 什么什么的 然后狗呢 每次送过去了 它一开始 它也会很 就是觉得说这是在干嘛 对吧 你们怎么就走了 就不出现了 什么的 对它肯定也会有冲击 反正就是很多细节 是在后面养狗之后才感觉到 就是你说到这个事情 我就想到 我孤家的那个狗子Honey 就是每一年 就自从有了这个狗 就是除非它跟着我们一起 在除夕晚上相聚的话 否则呢每次除夕 我姑和我姑父 或者我弟 他们都有一个人 就要么就是要先提早回去 要么然就是说回去再回来 为什么呢 是因为前些年的时候 不是还没有特别严格的进放吗 就是到了除夕晚上 就都会放烟花泡烛 就是很大的动静 然后Honey是一只 娇气的小母狗 然后他就很怕这个 所以就是会必须有一个人 到家或者带着他 那个时间就捂上他的耳朵 把他抱在怀里 就抱在怀里 对他都会瑟瑟发抖的那种 然后对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事 我就在想到就是 真的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去关怀 因为他又不是人 他又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 他的恐惧和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我就想到 其实大家在这个里面 也付出了很多 就是每年都是 要么带着他 然后就把他搂在怀里 捂上耳朵 要不然就回家去陪着他 然后带他到他安全 感受安全的地方 比如说他的一个小毯子上 然后陪着他 什么给他拿点玩具什么的 就是这个里面 其实也也付出了很多的耐心 像我家狗 Cody 他吸尘器他就怕 就那种大声 所以你刚说烟花这种嘛 就是吸尘器 他就会逃窜 然后有时候老陈就会 把他抱在腿上嘛 因为我吸尘器就在地上吸 就相当于 这个吸尘器就永远不会 弄到他 他就不在地面上嘛 但是我的那个吸尘器 稍微靠近了一点 他就会原地 转圈圈那种 逃跑 就是对 不是老陈把他的身体抱着呢 他其实是跑不了的 但是他控制不住他的脚 就是想逃开那种 就到这个程度 对 想逃 他没有办法控制的 他就要原地逃 那他还是很怕这个的 很怕这个 而且就我真的觉得 每个狗性格不一样 像我们家这个狗呢 他还有一大特点是 他非常怕热情 一般别人 别人小狗都很热情 对吧 他就不 他就不行 谁对他特别热情 不管是人还是狗 他就会很怕 他就很抗拒 也很怕 尤其是我们在外面 遛狗的时候 可能遇到一些小朋友 就新西兰的小朋友 特别训练有素 我不知道是不是 学校里教过 还是每个家里 家长有告诉过他 没有一个小朋友 会直接走上来 就去摸狗的 就去摸那个小狗 他们都会走上来 先跟那个 就是他会慢慢地靠近 然后他会跟狗主人说 我可不可以摸一下你的狗 每一个小朋友 都是这么做的 然后如果你说可以的话 他会先把手伸过去 给那个狗闻 他也不会直接上去 就去撸狗 就是这一整套流程 我觉得是培训过的 可能是一种基础操作 对 全部都是懂 因为你直接去 手直接往头 那个狗的头 头上去摸的话 很多狗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攻击动作 冒犯 他会有防御 对 然后如果你只是把手伸过去 给他先闻一闻的话 就是一个 他能理解的一个 比较友善地打招呼的方式 那所有的小朋友都这样 不管是多大多小的 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们家的狗都不行 不领情的 就他很抗拒这种 他到现在 对 因为他小时候有过一次 有几个小朋友在一起 然后比较闹那样 尖叫啊 大声啊 就那种比较闹那样子 他可能那次有一点 觉得吓到了 然后那之后呢 就会有小 就有小朋友 不管是人家有没有 用那个礼貌的方式 他都会后退 他就会躲到人的后面 然后热情的小狗 冲过来 白米冲刺冲过来的 他也直接就是不理人家 就那种特别高冷的那种 对 然后他特别喜欢小白狗 就是他是那种说 我要去慢慢地接触 我对你慢慢感兴趣之后 才能熟络起来 是是他自己要有 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他得慢热 他不能一上来 就是那种自来熟 那种他就不行 他设控 就那种感觉 我怎么感觉 听起来啊 以我对 跟主人有点像 对陈老师有限的了解 我怎么感觉有点相似呢 我觉得跟我有点像 跟你 我觉得 因为我跟你太熟了 可能就没有这个感觉 对 反正确实我有时候观察 就是路上遛狗的那些主人 跟狗真的很有相似的地方 真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邻居嘛 一个中老年男子 然后他就是常年 留一个圣诞老人 那种大胡子 然后他的狗也是 从不剪毛 也是一个那样的大胡子 哇塞 每次两个人走出来 不是两个人啊 就是每次他遛狗出来 就感觉这太一家人了 你刚才讲到那个 Cody就是跟小朋友的 那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们我孤家的这个狗子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那天我去完之后 回来还在咱们电台群里 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 就是那个狗 因为他 我刚才说 就是他来这个家里的时候 就是会给他排伴嘛 比如说我姑会告诉他 我是姐姐 然后会告诉他 我弟是哥哥 我老公也是哥哥 就会告诉他嘛 说那个 我妈是他的 就跟我弟一样嘛 我妈是他的舅妈 我爸是他的舅舅 就会这样排 然后他就会先天性的认为 这些人就是他长辈了 就我们这次发现的 对他认这一套了 为什么是因为 我那个小外甥 就我弟弟的儿子 是属于一个我们的小辈嘛 而且是宛于这个狗 来到这个家庭的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 因为摸他的头 葫芦他 其实是跟他的肢体接触 他有时候会不喜欢 或者觉得冒犯 我们所有人 包括就这几年 我跟他见的很少 上去摸他 他都会很 跟你互动 或者是觉得很舒服 比如说我去摸他的时候 他就会从站起来 那个角度就会慢慢趴下来 就闭上眼睛 就开始想要睡觉啊 很舒服的那个样子 就会这样 就所有的我们这些人都可以 但是我这个小外甥 不能去摸他 我这个小外甥 一摸他 他就开始从喉咙里 发出那种哼哼的那种 吼他的那种 对声音 然后后来我 因为这个狗呢 是我姑父 溜的比较多嘛 跟我姑父比较亲 然后我姑父就说 他会认为 咱们都是他的长辈 可以摸他 但是 这个小家伙 是他的小辈 是他的 那个就是 像他的下一辈一样 就不能冒犯他 小弟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因为 有时候小孩在家 大人会跟 就陪着小朋友玩 有一些追跑打闹什么的 对吧 就打闹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像那天 我爸就把我那个小外甥 举起来那样闹 然后只要是有别人 看起来 像是威胁到 小外甥的安全了 这狗就特别凶的 会凶那个 我们这些人 就是欺负小外甥的人 他就会去凶这些人 他要去照着他 对 他小弟 不能被你扔着玩 就是 你不能冒犯我 但是 姐姐会照着你 就是那个感觉 就来了 对 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哇塞 他对于他的角色 那个掌握得 好精确 对 就很逗 然后 他 我们不是那天 在一起准备饭吗 然后以前也是这样 就是 当所有的饭 上了桌子之后 就是多数的菜 上了桌之后 如果大家还不坐下 他就很着急 他 他很着急 对 他会 他会就会 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还活动领便嘛 他就会拿鼻子 拱每一个人 就是往坐的那个方向拱 然后 他现在就 腿脚不领便了 他就在他的那个小垫子上 就在那着急 但当大家所有人 都坐下来了 他就踏实了 他就开始去他的那个水碗里喝点水 然后一会吃点他的狗粮 就准备休息了 他就是这样的 哇塞 就觉得 老管家 对对对 老管家 操心啊 这是 所以我就觉得 就从这个角度想 就每次看到这些 包括听你讲 Cody的这些调皮也好 然后他的那个反应也好 就从这些角度 我总是觉得 有这样的一个 毛孩子 家庭成员在 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在 其实老陈 就之前我们一直在考虑 说我们换一个地方住嘛 就换一个国家啊 什么的 但是我们最大的顾虑 就是那狗怎么办 是的 那个狗 你要换一个国家 是比较麻烦的 包括这个整个旅途啊 这些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是 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默认 就是我们陪这个狗 走完这一生之后 我们再离开这个国家 那个时候再考虑 就是我们内心里是 对 是想了这么一个timing 就现在可能我会去 收集一些资料 我去考虑 我想去哪里 但是可能走不到 搬家这一步 因为就会觉得 这个限制比较大 我作为一个当初 一点都不想养狗 很抗拒的人 到现在 我也 我也完全不后悔 去选择养狗 我觉得还是收获很大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像你讲的 就是 它不像一个 陪伴你的物件 那就是活的生命 就是生命 就是完全那个维度 要多很多 很精彩 其实就像你前面回忆起 你孤家那只狗 然后你就会想到特别多 有那个狗在的那些画面 然后大家都在干什么 大家是什么状态 就它完全是你记忆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感觉 还是非常美好的 就是 它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 老外经常说 把狗当做家庭成员 然后我倒觉得说 越来越多的 就是国内 现在大家也是这个理念 就它已经不是一个 就是单纯 就是如果说到狗 可能对于传统的 这个国人来说 就是看家护院嘛 就是肯定以前是 从这个出发 有些农村什么的 是这样 对 就是但是更多 特别是城市 特别是年轻化的人群 去养狗 养宠物之后 就是我觉得大家 就起码我接触到的这些人 都是在把他们 当家庭成员一样 来去对待 就虽然给他立规矩 就是告诉他 这你不能去 那你不能干 但也都是以说 彼此的健康和安全为前提 而不是说 不把他当一个家庭成员 看不是这个角度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的 好像大家养狗的这个观念 也在慢慢发生一些 更人性化的这种变化 是的 我记得以前 就我小的时候 我家外面街上 会有一整条大排档 嗯 就是你到晚上 就会出摊的那种 特别烟火气 但是有时候 就会听到很多狗叫 然后一看就是有那种 就是有的人 他会拖几条狗过来 就卖给餐厅那种 现在想到就会觉得 就是一想 就是过去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应该 我知道网上还有这样的事 但是我觉得在大城市 可能不是那么常见了 就是大家还是 对 就是观念变化非常大的 因为现在养狗的人也多嘛 就经常 我每次回国 到处都看到 都是很多很多遛狗的人 是 但是啊 就是我每次跟我妈打电话 他就会吐槽 我妈 我前面不是说他怕狗吗 然后他就特别吐槽一点 就一点的就是 他觉得周围有很多人遛狗 不牵狗 他作为一个怕狗的人 他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尤其那种大狗 你从他身边走过 他又很怕 是 我觉得我个人也不喜欢这种行为 就是不管你的狗再乖 我觉得牵狗生是一个 对这个基本的文明素养的一个尊重吧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这个事 我觉得对狗也是一种保护呀 是 我就有这种经历嘛 就是在Cody不到一岁的时候 我们去海边 就我们这个城市这边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海滩上面 去遛狗 那是他第一次去海边 然后我还给他照了特别多照片 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 他也不是很怕那个海浪什么的 然后老陈就跟那个狗在海滩上面 就互相追呀跑啊什么的 所有的狗都没有牵绳 在那个海滩上 都是自由自在的跑 然后这时候我就远远看着 有一只大狗在拉屎 在那个海滩边拉屎 然后也不知道他的主人在哪 主人好像走到前面有几十米远 就都没有关注这只狗 正好我们就走过来了 那个狗就一直盯着我们 我就以为他很想过来玩你知道吗 然后呢他就突然一下冲过来 特别快的冲过来 我以为他就是那种很激动 想要过来玩的狗 结果他过来就开始攻击Cody 就开始咬 然后老陈就马上过去 就把Cody抱起来了 结果这个大狗跳起来 又把Cody拽到地上 继续咬 然后老陈就把Cody抱着 就狂踢那只大狗 他就是发狂状态嘛 他不知道疼 然后旁边的人有看到 就会喊着谁的狗什么的 然后那个狗就 好像突然一下回过神来 他就逃跑了 然后Cody就受伤了 就被咬伤了嘛 就在地上躺着 一直尖叫了一分钟 然后就受了非常大的刺激 因为主要是 他肯定是心理上吓到了 就是那个皮肉伤也就腾一下 但是主要是惊吓到了 然后他又才几个月 那个时候不到一岁 然后那个狗的主人也跑过来了 我还以为他是海滩上的工作人员呢 他像很专业一样 然后他还诊断说 这个伤应该还好 只是皮破了什么什么的 结果我才发现 他就是那个狗的主人 然后他说这是他室友的狗 就很年轻的一个人 他说是室友的狗什么的 他还给我们留了他的电话 他说如果去医院检查了 情况不好再联系他 然后那天又是公共假期 很多宠物医院也没有开 我们就先说回家看看情况 因为皮肉伤嘛 结果过了两天感觉还是情况不好 就送到那个狗医院去 然后就发现比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然后也治疗费也很贵 我们就尝试去联系那个主人 然后他就完全没有消息了 就是非常不负责的那种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那种 政府的那个相关部门嘛 就是反馈 因为这种攻击过别人的狗 是需要戴那个 就像口罩一样的一个东西 他以后再出去遛狗的时候 他必须带那个东西 免得他再伤害人 别人 对 然后工作人员去他们家敲了门 反正最终没有找到这个人 并且就是 他说在这个海滩上 是必须牵绳的 他说所以这件事情 不能完全怪别人 因为你也没有牵绳 大家都没牵 但是我们对 我们就是默认了 因为海滩上没有人牵绳子遛狗 没有 就是全部都在自己玩 然后在那之后 我就会注意去看 就是到底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我们在那之后 比如说带狗出去徒步什么 都会事先在政府网站上查 这个地方狗到底要怎么去弄 什么什么的 对 就那个事情还是蛮 蛮冲击的 对于狗 就是对于我跟老陈 也是很重要的一刻 然后我记得几年之后 就前两年有一次 我们就坐在家里 看电视之类的 然后我就突然说 哎 狗好惨啊 当年被那个大狗 那么一顿袭击 肯定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然后老陈说 哎 Cody啊 他想起那件事情 感到伤心了 因为 我觉得社会这样 在当时也 也没有办法嘛 就很无助 就这件事情突然就发生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一下子 我就想说 这也是养狗的体验的一部分 就是 他可能会有这种意外 我们狗后来还有好几次呢 什么脚受伤了呀 这那的 就是你真的需要 脚受伤那个事 我好像还知道 是不是 对 我还拍了Vlog 对 还为他吃药什么的 对对对 是的 而且就很奇葩的一些 你都不知道去怎么防范 就是 那个季节有很多植物会 吊种子到地上 然后有的种子很锋利 它就是进到它的脚里了 就卡进去了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么个事 对 然后就发炎 然后就种了 然后又需要全码开刀 结果开刀 没有找到那个种子 然后 又只能继续缝上 但是那个问题没解决 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不知道他怎么活动 活动 有一天那个伤口那里 出来一粒种子 就终于那个种子掉出来 要不然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进了什么循环 然后可能又出来了 对呀 它卡在里面了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有很多这种 你说这哪想得到 会有这样的事啊 一般只想着说 你别让狗在外面 随便捡东西吃啊 别中毒了 什么这些对吧 对 那没想到外伤都不少 就是也是很需要花心思 而且 哇很贵 就是看宠物医院 是的 就我有很多朋友 都给宠物上了保险吗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就是因为 真的 对 它的意外和 因为它就跟人一样 会有意外 会有老去什么的 那它 是的 就是 就算它 因为它吃到狗粮 说白了 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食物 加工而成的 它其实也像人一样 在摄入无故杂粮 肯定是会生病的 我觉得养狗之后 对于很多狗的状况 我现在都淡定很多 也是有耐心很多 比如说狗 它稍微吃了什么 它不舒服的东西 它会吐 那吐 它不是忍得住的事啊 所以有时候 它在地毯上 它就吐地毯上 这没有办法的 我就看着 我听见它在那吐了 我心里也是 我的妈呀 那不好处理啊 那地毯上对吧 但是 但是你想它吐 它也很难受 所以 一般也不会有 真的很负面的这种情绪 也觉得它很惨 又吃了什么东西了 又这样子了 就 我觉得 哎呀 这么一说起来 就真的是很多 细小的一些细节 然后自己也是有变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肯定还是挺需要 包容心和耐心 在这里面的 对 是一个 自我修炼的过程 换句话说 等价交换 是 你有了它的陪伴 对吧 它对你的爱 那这里面 就是会有这种相处 互相带给互相的麻烦 它可能也觉得 我好倒霉啊 怎么是这样的人照顾我 完全不懂我的需要 对 我就想到了 那个 我姑家那个狗子 还说过完春节 就要去做那个手术了 因为它在皮皮那里 长了一个肿瘤 哦 然后就像人长肿瘤一样 先要去做 抽出一部分组织 先要做化验 确认好是什么 会不会有什么 是不是良性恶性什么的 然后能不能直接做手术 就想这一系列 我觉得它 它狗子也挺惨的 然后 是的 我觉得我姑和我姑父呢 也挺惨的 因为 是的 就是 自己生活里面 自己还一堆病 一堆事 然后呢 也得 又心疼这个狗子 也得带它去看 也得 对 就 确实 这里面需要付出的东西 就不仅仅是金钱 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 是的 挺操心的 就有时候 比如说去朋友家玩嘛 然后去的时间长了 就会想着那狗子在家怎么办 对 这么久没上厕所了 对 得回去一趟 就弄个人先回去呗 给他放个狗粮再回来 对 就之前有朋友到我们这边来玩嘛 我们也是中途 跟朋友一起走了个小徒步 完了之后 说 下一站 去下一站之前 请允许我们先回个家 给狗放个饭 然后再出来 就是你会觉得 家里有个事 有个责任 我觉得现在很多国内年轻的朋友嘛 就是 他可能自己在大城市 然后租个房子这样 但他也很想养一个宠物 我觉得 一方面是陪伴 另一方面 就这个小 小宠物会给他一种 人间值得的一部分理由 对 就是至少有一个 很纯粹的那种 对我很有爱的 那么一个小生命 他是依靠我的嘛 是 我前几天就是 放假 春节放假之前 最后一天 碰到一个同事 然后正好一起下班就走 然后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他说今天下了班 一会就开车回去了 然后我说 我说 那你是家里有人替换开吗 他说没有 就一个人 我说那还有点辛苦 然后他就说 没办法呀 他说因为我得带狗子 然后就是带狗回 就是他这个路途可能 全程要开个六七个小时 其实一个人开可能 还有点辛苦 但是呢 但对于狗子来说 这样就舒适很多了 你甭管是其他的任何的 公共交通工具 对于这个狗来说 就算你是搭别人的车 狗都有一个陌生环境里面 要适应的一个过程 但他自己开车 他就说 那我带着他 其实路上我也挺开心的 他还能陪着我 他就在讲这个事情 是的 我就是新西兰好了 在宠物这一方面 特别特别的人性化 就很多公司 你都是可以带狗去上班的 就比如说你家里没有人的话 你可以把狗带去上班 甚至可以 就是像老陈 他们之前公司 就是有一个星期的某一天吧 还是一个月的某一天 就是大家都要带宠物来的 就宠物大聚会 那挺好玩 就各种品种的那个狗 聚齐了 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一起追啊 闹啊 就这样子 很有意思 那很有意思 然后也特别多的狗公园 就是专门给狗的 它其实就是一大片 自然生态那种草坪 有些树 然后进去之后 都不需要牵绳 有很多的那个主人 每个星期 就一般这个狗公园 它会有约定俗成的一些场 因为有一些大狗会 小狗比较怕嘛 所以会有专门的小狗场 就比如说 每周六的上午 就是小狗场 那有很多狗主人 就会固定那个时间 就带狗过去 然后他们的狗 就互相也都认识 然后主人互相也都认识 所以每次进到 那个狗公园里 你就会看到 一大群狗 在这个东北角 然后一大群人 在这个西南角 就是人玩人的 狗聊狗的 那也挺好 非常的和谐 也挺好 对呀 我觉得跟那个家长 遛娃不是一个思路吗 是是 家长在旁边聊 小孩在旁边玩 但是那个上面 就很有意思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 他就过来了 然后他没有狗 他就是喜欢狗 他就过来 因为这里狗很多 他可以过来 去玩一玩狗 玩 喝他玩 也有一些是 他考虑他要养狗 他可能就来看一看 不同的狗 他可以自己去 选一选什么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种还是 就是国内 我确实不太知道 有可能国内 我猜也会有 但就是整个来说的话 我觉得个人感觉 国内的养狗的 特别是在城市 就是养狗的这个条件 和这个外在的环境 好像是越来越好的 一个感觉 我觉得是养狗的人 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那配套的 这样的一些支持性的服务 也应该是会跟上的 我觉得 哎呀 但是反正今天 替你讲了这么多这个事情 这个本管是 要去寄养啊 还是我们Cody的生命中的 惊险一刻呀 我好像对这个事 又更加的动摇了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 到底什么事 最后会成为 让我下定决心 能够养狗的一个 重要的那个时刻 但我现在一直就很摇摆 就每次看到别人的狗 或者就是邻居 因为我们楼里 有很多遛狗的人嘛 看到他们 就是跟他们互动一下的时候 就还是 对这个事 很有期待的 但是呢 每次就是听到 你刚才 比如说讲的这些 然后或者说 我又看到的 这些事情 我又很担心 就是还是有很多的顾虑 嗯 我觉得从我 对你的角度来 对你的了解的角度来讲 像什么责任心啊 去做功课啊 这些我觉得都完全 你肯定会做得很好的 我觉得只是 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对我而言 我觉得要考虑的是 在未来的这十几年 比如说你现在考虑养狗 在未来这十几年里面 你是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嗯 比如说 你会不会去换一个国家 像我刚才前面讲到的这种问题 这种时候就比较难去调和了 当然我也有认识朋友 他会把狗从 比如说中国带到哪里 不同的国家去 也有这样子的 但是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 然后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规定 然后对于狗而言 他也需要适应等等这些 我觉得一些 日常的这些事情吧 就是 都可以 都 都可以应对 也都可以接受 应该总体来讲 那个 你获得的爱啊 那些好的记忆 肯定是远远大于这些 麻烦 这些意外 这些的 我觉得总体来讲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如果你未来的这十几年 会是一个 比如说你就稳定的生活在北京 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 考虑养狗 对 其实因为 国内吧 中国的面积又比较大 你要就算换个城市 其实对狗子来说都挺有 我觉得都有点挑战的 就对他来说 你觉得有挑战啊 我觉得有点挑战 我觉得至少你开车能到的地方就还好 对 开车能到的还好 因为狗子坐飞机什么的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对 对 也容易出意外 是是 对 我就比如说 如果说过几年 我们想去一个 比如说云南啊 广西啊 这种地方 那这地方估计开车很难到了 可能就得 就就得 慢慢开呗 不过那这种就是 如果要是真是有狗的话 就是你说这种慢慢开 中间休息什么呗 你就想办法解决呗 对吧 如果真的有狗了 这也不是个问题的 你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了 我跟老陈两个人出去 新西兰别的城市去旅行了 几次之后 我们就会想说 下次把狗带上吧 因为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 你在国外 包括找这些民宿 或者租房子 基本上都不允许有宠物 少数可以 但是你的选择就非常非常少 然后我们也有带过 带狗去那个什么 星空保护区啊 晚上住 他就会不适应嘛 因为新环境 然后他就不上厕所 然后就没有办法 因为大冬天 但是你知道他这一整天吃了喝了 他肯定是要上的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上 就只能大晚上的零下 然后没有办法就在外面溜 就一直溜溜溜溜溜溜溜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就那一次的旅行 然后带了狗 还很多 拍了很多东西啊 什么什么的 那像你们之前去房车旅行的时候 就没有带Cody 就把他寄养到老师家了吗 对 因为这种房车也是租的嘛 他也会有规定的 对对 而且就会 会麻烦挺多 如果带狗的话 但是我有朋友 他也是在新西兰 然后他有三只狗 他就是去哪里旅行都带狗 他只去能带狗的地方旅行 换言之 就是这就是我家庭成员 必须一起去 然后他 所以他基本上去哪儿 都是自己开车嘛 能开车的就 不做别的交通工具 然后就是尽量找 可以带狗的那种民宿啊 什么的 他也都OK啊 就可能带多了 狗也适应了 就没那么麻烦了 其实我是觉得 国内在养狗上 就是特别是在住房的这个问题上 就是比国外 当然国内现在也有了 只不过说 可能从我的经济水平来说 暂时没有办法去住 就如果说 能有一个这个带院子的环境 我觉得就会对狗特别好 就是他会有一个活动空间 我想说 就是之前疫情比较重的时候 不是世界各地 都有不同程度的那种 封城的状况嘛 我们这边也有 那么两个月 那跟国内的封城 还是不一样的 还宽松一点 但是基本上也是 尽量不出门嘛 或者你在你家附近 我当时我就是第一次觉得 家里有个院子还是很好 你就不说人 你可能憋得住 那狗没有办法 狗必须要去院子里 要不然他真的是 搞出毛病来了 是的 我当时我就觉得很感恩 还好有个院子 你的狗还好解决一点 有时候你说下雨 不好出去溜 你就自己 狗自己在院子里解决一下就好了 就很多时候还是真的觉得 有个院子很方便 是的 所以就是我可能就是对于 我感觉就是 因为毕竟是要迎来一个 跟你是不同种类的 如果你说生一个孩子 起码对他的发展的过程 你是可控的 对吧 就是因为你知道他跟你是同类 有一些什么东西 你跟他的悲喜是相通的 就是在跟你不同种类的东西 刚刚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 你看他悲喜并不相通 然后他又有很多 他那个领域的一些限制 所以我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感觉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的 哎 可是啊 我不得不说 养狗可比养孩子 不知道方便 那简单到哪儿去了 那真的是了 那是的 就是你像这种旅行 我还有这么一个选择 让他去寄养 那我养孩子 我上哪儿寄养啊 我只拍的 也可以寄养 比如说 奶奶家什么的那种是吧 我们小外甥在过春节期间 就是寄养在老老家 寄养在奶奶家 也是 但是你还得每天 你是不是得 他爸妈是不是得每天给他视频啊 什么的 他们养的比较 比较open 他们就不用每天视频 比较放手 对 但是我跟你说 那个狗老师寄养的那个地方的狗老师 会经常给我们发照片什么的 就是他会带那些狗一起去外面海边去玩啊什么 他同时会有很多狗寄养嘛 就大家一起的那个照片什么 他都会发 我觉得 这种老师做的这种工作还是很有爱的工作 嗯 很有意义的 其实 对 因为最近董南国在看一个 为什么我最近又对这个事特别的有一些想法呢 就是董南国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 他刚看完 然后好像是叫万物生灵啊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 英国那个书我看过 对 你应该 你可能知道 他就是讲那个宠物医生的事情嘛 对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小动物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看一眼 那天我就看到 那个宠物医生 在给一个小兔子做手术 好像他的耳朵被野兽公鸡咬掉了 然后就给他接耳朵 然后 就看那个电视 就会让你有很多的 就是温暖的那个东西 嗯 出来 就是 所以我刚才就想到你说那个老师 我觉得就是跟宠物相关的这些工作 也是很有爱的工作 就是包括 我们有时候看 那个 他们就是在那个美容院 就给小狗剪毛的那些 什么发型师什么的 就感觉他们做的都是很有爱的工作 就是白只毛 乱糟糟的小狗 给他剪出个圆圆的小脑袋 就觉得特别的可爱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 它也是相互的 就是你要问我 从养狗这几年里面感受到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 他给你的爱是很直接的 是没有办法演示的 没有他也没有办法撒谎的 就是他就是看到自己家里的人走过来 他就是激动 他就是开心摇尾巴 然后你送他去剪个毛 然后你去接他的时候 他那尖叫声从里面传来 就是太激动的那种 真的 就是不分场合 不分青红皂白的开始尖叫 作为一个八岁的老狗 对吧 一点都不稳重 但是你也会觉得 这就是对吧 他就是有那么期待嘛 他就是看到你就是很高兴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 你像我们人平时谁会 这样表达感情啊 都不会 但是面对小动物这种 很直给的这种表达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 有时候觉得很感动的那种感觉 是的 所以我还有时间 我可以再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对 因为这个我周围 新养宠物的朋友也挺多的 不过还是 最近啊 我认识的都是养猫的比较多一点 我之前查了一个数据 新西兰三分之二的家庭有宠物 有41%家庭养猫 34%的家庭养狗 就猫还是比狗多 但也是接近不相上下了 对 我认识的朋友 几乎没有家里没宠物的 是吧 我之前不是还跟你说吗 就我们家这小狗都能看家护院 不是之前来个贼吗 是的 然后他半夜吼了一嗓子 嚎了一嗓子 给那贼吓跑了 你看看 立功了 立功了 真是 真的是 嗯 对 就是 我 我觉得可能最近国内认识的朋友里面 养猫的会相对多一点 可能还是因为大家年轻人都要工作 猫起码 就是你在家里把这个环境给他创造好 他是可以自得其乐的一个过程 然后狗可能需要你花更多的时间去跟他互动 带他出去 就是可能需要支出的精力会更多一点 对于上班的人群来说可能会有点困难 而且大家一般住公寓的多嘛 对 就是狗 他总得下楼什么的 这些还是对人的那个要求会大很多 对 我邻居家的一些猫 那些猫我感觉他们自己在自己家 也一天也待不了多久吧 对 就在我们这一条街上的这几户人家的院子里 就是来回串来串去 是吧 之前我这个文具房间的窗户忘记关了 然后他从我家厨房的 这也是我的问题 就吃剩了一条鱼 没有扔 他跑到厨房里把那条鱼啃了 然后把那鱼骨头 想从我这文具房间给弄出去 然后掉了一块到我这个地上 我就纳闷 我说 这是狗弄的吗 怎么桌上有一些那个菜汤 我说怎么会撒在外面呢 然后后来在我的文具房间里 发现一块鱼骨头 我才想到 哎呦 是那些黑猫从有只窗户就进来了 你说 这好家伙 我们Cody还差点背锅 差点背锅 我们之前有时候出去买个菜 回家 就是狗都跟我们一起出去了 然后我们打开大门 客厅的正中间 站着邻居的猫 哎 绝了 挺好挺好 是绝了 是的 反正 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 就 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因为其实 我没有太去 之前其实跟你零零碎碎的 讨论过几次这个话题 然后我之前听一些播客 也听过一些 然后所以就是 因为现在是新的一年年初嘛 其实就在考虑 想做一些决定 想有些变化 我觉得 就羊宠物这个事 虽然咱们上一 上 就是比较前面两期 谈flag的时候 没有提到 就因为这个事 我始终 没有太坚定的想法 所以 这次看到 我孤家的老狗 就 想来跟你 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我相信 咱们 听咱们节目的很多朋友 也肯定家里有宠物 然后或者说 有羊宠物的经历 其实也很欢迎 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就要给我一些建议 我觉得都不错 是的 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就是对于羊宠物这件事情 过于谨慎 也好过过于上头 一下冲动 因为它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责任 它确实没有想的那么轻松 不是一个 就是买回来拍照的小玩具狗 完了就完了 就是日常的相处里面 有很多的细碎的一些东西 但是开心也是真的 有很多开心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你要是觉得 你没有百分之百准备好 那就不着急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也是负责的 对自己也是负责的 对吧 好的 我们这期呢 聊的就是比较随便 因为我也是一个 我觉得跟很多的狗 狗主人 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曾经是 对的 我曾经是不那么喜欢狗 我是怕狗的 然后到现在养了狗 养了八年 反正我讲的也都是 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那肯定是比较主观 比较偏颇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补充的 或者想要分享你们 跟你们的这些 小狗小猫相处的一些瞬间 也非常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们留言 我觉得应该 这期的评论区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很有爱 温情满满的一个 我猜啊 会是这样的评论区 我很期待 我觉得就算吐槽 可能到最后也会 变成温情满满 是 是 然后这个 我就希望这个 今年能有机会啊 跟我们Cody见个面 就他这肯定是我去见他 是不是 然后我到时候如果 我也养了我们Cody同品种的啊 就到时候让他们试个品 哎呦我天呐 那绝了 行 我们就静候这一切发生吧 行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在这个温馨有爱的话题里 结束我的春节假期 哎呀 又上班了 乐老师 是的 行吧 大家也是啊 听这期节目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上班了 那个 大家不要太伤心啊 你看我们这期节目 这么有温情 是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好的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